中国太空光复电站将安装四步走设想向前推进,2011年到2020年的第一阶段进行太空电站的验证与设计,2021年到2025年的第二阶段将建成第一个低回到空间电站系统,2026年到2040年的第三阶段将发射太空电站系统并完成组装。 2036年到2050年正式实现电站商业运营,设计寿命30年,人类对太空的幻想一直没有停止过,在很久以前人们幻想星空只是处于好奇,只是幻想天空之上是不是有另一般风景。 但现在我们对太空的探索,是出于对资源的需求,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资源已经被我们人类遭害得差不多了,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那种极度匮乏的状态,但是人无远率逼有经忧,总得为我们的未来考虑一下。 我们都知道太空中蕴含的宝藏是无穷无尽的,虽然人类目前的科技有限,但起码太阳能,是我们目前能够利用的唯一能源了。 目前我们对太阳能的利用,仅限于地面上的太阳能板。 比如我国的光伏发电,就是依靠大面积太阳能板转换太阳能,但这种利用方式不仅效率低,而且成本高,居然在地面上转换太阳能效率不高。 那么为什么不到太空中试一下呢? 早有科学家提出构想,用卫星在太空中吸收太阳能,然后再把能量转化为微波传送回地球,很多人都会怀疑这么麻烦。 还不如直接在地球上多建造几块太阳能板,要知道在太空中,对太阳能转换效率,可以提高14倍。 并且在太空中,也没有什么阴天官风下雨,正是因为在太空中太阳能的高转化率,促使了各个国家都想在太空中转化太阳能。 专家预算,太空电站预计要花费8万亿元,相当于上百个三峡电站的成本。 不过以中国目前的实力,只要能对国人发展有益,完全有能力,也有足够的资金去建设太空电站。 回向我国几十年前的航空发展史,第一弹航天人在中国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,都研发出东方红一号。 对于现在的我们,太空电站对我们还遥远吗? 中国从来没有征服世界的打算,各类高科技研发知识,为了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而已。 经过我国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,终于领先一步,提出了夺旋转关节空间太阳能电站的设想。 目前我国已经开始行动这一设想,预计将在2025年之前争取,在太空中完成第一个低轨道空间电站。 然后预计在2040年进行太空电站最后组装,要知道这个大家伙在太空中可以达到数平方公里。 这中间涉及的人力物力困难自然不用说,但是为了争夺太空资源,我们也不能放弃,这个未来太空中的大家伙也被誉为是太空三峡,相信到时候又是造福我国的又又一项大型工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